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部分就是说现在的第二剂对欧美的民众打完疫苗以后 它最需要的不是笔电跟手机 因为过去一年就是用笔电跟手机来演技的沟通 而且该买的会不会已经买了 对 现在最重要是出来吃吃喝喝 出来买衣服 出来买鞋子 所以请蔡总先帮我们来看群创友达该怎么办 因为群创在今天大卖了十万张 我们来看三四八亿的群创 那这个群创的这个现在的这个走势 因为现在五月份的一个上旬的面板的报价 它的涨幅在收敛 那一般认为有IT的面板撑的话 六月份还会涨价 不过基本上可能在这个地方 面板的报价会暂时高一段落了 因为涨了一年 我认为面板会在五六月这个地方 股价应该开 也不至于盘头环转 但是会进入了一个区间整理 过去这段时间从十几块 涨到了三十几块 这种高角度的上升 可能会高一个段落了 所以面板有可能要休息了 那我们再来看 那外资买什么呢 今天外资买的是中钢新光晶 中兴晶 长荣 台坡通通是传产 大成和开发金除了红机之外 包括赵峰机 买的是传产 买的是金融 对 因为传产 尤其越上游的原物料的话 它的营收还在创性高 那上一段我们有讲中钢 我们来cue一下那个台坡 今天买了两万五千多张 其实玻璃这个行业 是一个比较小的传产 但是你看台坡的股价 这个沿着 对 而且沿着的这个 五日线跟十日线往上 最主要其实在早年台坡很厉害 台湾的一个很大的财团 但是这十年来的话 在中国大陆的平板玻璃的竞争之下 它日子过得很辛苦 它不太赚钱 常常是赔钱的 那终于现在有一个改善 就是说大陆的平板玻璃开始涨价 从差不多去年的第一世纪开始涨价 那它第一季的财报也公布了 EPS是0.61 那因为这个行业的话 上半年是淡季 下半年房地产起来的时候 要有玻璃啊 那个是旺季 所以一般认为台坡今年的获利 会是差不多十几年来最好的一年 EPS可能会两块 所以外资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买超 你终于你看 过去他好像不太管这档股票 都是买买买 买这么多 可能对台博来讲 这是一个讯号 所以看到外资的买卖超 我们再回到盘面 我们应急盘面会发现在 今天拖累大盘往下跌的 大部分就是这些股票 电子股 都是电啊 而且要特别注意 跟手机比较有关的 因为手机最明显在第二季就进入淡季 所以台积电也跟也有关 联电的话跟手机还比较 没那么关联 但联永有关联 联花科这为了我卖共 跟手机关联性很高 国际的话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影响 鸿海 现在印度的疫情就严重 他说那个iPhone的 比较低接的这个手机 那个产能可能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看 赵道理不应该这么弱 因为他的事业会的营收是不差的 但是你看反弹 没有上这一条的季线 我觉得这个要注意一下 假如鸿海没有办法上到季线 加上手机的这个产业整个利空 那鸿海可能还要回测这个地点 好 不过这个盘呢 在今天活力无穷的是在传产 如果你看传产跟刚刚的景况完全不同 通通在亮灯涨停板 是不是小白又在里面穷来穷去呢 这个时候的当冲对大盘是利还是弊 我们回到新闻来看 在今天盘面上呢 大家在关注的是 今晚会主委黄天牧去了立法院 就问了 到底股市不过热呢 这个所谓的当冲降税 是不是应该要好好考虑一下 还要延长吗 黄天牧说 我不认为台北股市是赌场 所以他认为当冲降税还要再延长 今年股市在4月22号 交易量曾经到达7675亿 创历史新高 一到四月份的日平均交易量是4506亿元 请问主委 加股市会不会太热 是不是热这个部分要看长期了 那最近的因为是有些特别的 特别的类别的股 它有一些多空的一些看法 所以交易比较平凡 所以目前还是正常现象对不对 我觉得现在看很多问题 要用新的想法去看 因为现在环境不太一样了 所以是不是热 其实我觉得要从更长期去观察 我想股市到了一个新的形态 那跟国际比我们并没有特别高 好 听到黄天牧这么说 小白又热了 对 没错 继续在航海 在钢铁里头 再做航海王做钢铁人 对 没错 其实你可以看到 就跟我们主委所讲的 这是一个新形态 你知道 疫情的过程当中 其实很 因为全球印了很多的钞票 很多的钞票之后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没有事情做 所以就一直投入 玩股票市场 人家怎么没有事情做 但是水能在就也能负责 我们看到船产 当冲很高 但是股价很热 但是电子当冲很高 股价很弱 对 没错 我们先看船产 对 我们先看船产 现在我们有发现 水能载舟亦能复舟 那现在不管是钢铁 不管是航运 其实都热翻了 那你去观察 其实我教大家一个 当冲 你假如真的一定要当冲 你当然要选择 热门的股票来当冲 你不能选 现在弱势的电子股 没人在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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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要看 比如说像这个匠 你就年来冲 那冲的过程当中 你要特别注意 它跟大盘 当日大盘的一个走势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今天大盘几乎都是 在平盘以下 对不对 你看那个一开盘之后 我们来看盘中走势 你看盘中走势 所以怎么冲你还教我 对 好 你看比如说 当然大家还是尽量不要冲 偶尔冲就好了 不是啦 还是得教一下 因为冲的人太多了 对 好 你看 今天一开盘之后 几乎都在平盘以下 几乎全部都在平盘 好 那杀第一次的时候 杀到这边 第二次的时候 大概没有破底 大概快接近低点 12点的时候 一次是9点半 强势的股票 你要找相对强势的股票 你比如说我们看上一夜 好 我们来看传产 刚刚当冲率很高的传产股 对 没错 在第一次杀盘的时候 9点半的时候 一开盘就杀了 传产几乎很多都没有杀 人家在杀 他在拉 所以这个时候 就可以进去冲了吗 对 其实我觉得 第一次来讲的话 应该就可以了 应该就可以 当观众朋友发现 大盘突然之间急杀 对 急杀的时候 但世界个股没有压回的时候 就可以勇敢进去 对 因为它一定是 相对大盘来的强势 除非今天大盘 比如说真的 到时候跌200点 那当然大家 大部分都赔钱 那假如说 它只是一个震荡 像今天大盘 其实高低点震荡不大 收盘大概小跌而已 所以你看 这些相对强的 你看9点半 只要9点半没杀的股票 你看 又上去了 你看这个新光高也是一样 在杀盘的时候 你看人家在12点杀的时候 其实他也不杀 你看这个是不是也是一样 9点半在杀的时候 就是人家都在拉 对 这个也是一样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 都是有这种惯性 就是 所以可是你看电子 等一下我们看电子股的时候 你会看到9点半的时候 啪 就下去了 基本上来讲 就上不太来 电子不能冲就对了 就是说你现在要冲 你一定是冲强势的 好 我们来看电子 同样的帮你整理 当冲率比较高的电子股 今天表现是弱势 这些是当冲率 超过60%的电子股 对 电子股的部分 我觉得大家现在 不要去冲它了 因为它已经 就是说它已经 没什么能量去了 那你冲它的时候 盘一杀的时候 你又要卖出来 因为大部分人 还是做多为主 所以你当中 如果是做多的话 你充电子的目的 是为了抢短线的反弹 对 那个不要 电伸反弹不要 你看9点半有没有 你像亚信这种 9点半你看 杀下来大盘杀 你看沿路杀 它真的比大盘弱势很多 你像敦泰里面算强的 9点半杀下去之后 可是你看传场股 9点半一杀下去 几乎全部都过高 过今天的高 你看敦泰 它公布它的营收的部分 表现很好 可是你看 股价还是不行 它已经算不错了 然后你看金星客也是一样 9点半人家在杀 他就杀 然后你看 这种股价 华讯 威钢 威钢也算相对强势的 结果你看 还是这样的走势 资源的部分 资源今天为什么会跌幅 稍微有收敛 因为最主要是外资有买 外资今天买了3000多张 你看 买3000多张的状况之下 它还是跌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所以我一直强调 你假如真的一定要做 短线的当冲的话 去寻找强势股来做当冲 搭配当天的盘式来做观察 但是 大家都说不要冲 谢金河也说不要冲 要磨掉 但是已经长这么高的传产 真的还要报劳吗 还是应该用短线的心态 来面对现在的传产 特别是在长龙已经传出 营收出现衰退之后 是不是要较足矣呢 所以我们来问一下 这个时候的传产 到底用短线的心态 还是报劳 给你拦掉掉不要紧 如果认为报劳不要紧的给圈 认为做短线的给差请举牌 好来 有三票认为跑短就好 有三票给你拦掉掉 三比三是要怎么做的 陈妍 其实基本上 因为太美以至于我不敢拥有它 这个有时候真的是这样 因为你看股市都成这样 你知道有一句谚语说 看你老婆的长相知道这个男人 有没有自信 如果你敢娶很漂亮的老婆 这个男人很有自信 那我太太很高兴 因为我是很有自信的男人 但问题就是说 所以你为什么怕拥有它呢 但是问题就是说 股市热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坦白讲我们怕的是 所有已知的讯息 都已经呈现的时候 到底谁要来当这个 最后一个老鼠 所以比较热的股票 我还是建议获利能够先调起 比较热的就是钢铁安航运嘛 对 我是觉得现在这个资金都在传产 传产处处有惊奇 你看像杨明现在公告的 这个四月份的智节 好像也不错 就是说这个后面好像 利多是一个接一个 但是长荣的四月营修 有稍微让投资人失望 没有关系 因为只要杨明够强的话 我觉得长荣 整理一下随时还会再跟上 所以我觉得这个航运股的部分 应该还会有相对的空间 好 憲哥认为要抱住啊 没有 我是中间时长卖短 时长卖短 对 长线的话还继续抱 没有利空出来就抱嘛 但你抱这样无聊啊 九丁到点半岁都要做什么 就多少管着买一个 够着保重来 够着买起来 管着买一个 一方面製造业绩 一方面探一些 探一些量水质 这样怎么办 所以就说你的仓库一定要有货 对 好 那我们来看 真的如此吗 在今年我们看到 长荣呢 外资已经把目标价看到167了 如果真的会来167的话 那当然就抱着啦 阳明的股价现在超车万海 在今天亮灯涨停板 看到三位数了 新航运股股王登基 阳明获利往前冲 股民要做航海王 等会我们来看看 在网络非常非常有名的航海王 他今天公布了他的对账单 你如果看到一个对账单 真的会怕死 我们再回来看新闻 在今天呢 其实航运的利多还包括 全球缺倉缺柜 缺倉缺柜的胸袖是什么 美国送都也是中国 都被人家垄断了 全球近八成的海运航线的 运驾指数都往上 而全球所有的货柜 几乎都被中国垄断 今天三支货柜统统涨停 发落了 但是刚刚效应公布最新的 长荣的月减是13% 万海月增16% 这个有没有跌破相哥的眼镜 有一点点 4月营收竟然出现月减衰退 MOM衰退13% 对 但是知道内情 等一下我们可以解释 那无所谓 另外我们来看这个杨明 杨明他被迫 因为他警示被迫要公布 4月赚2.55 那这样大家知道 杨明第一季就超过7块 4月2.55 第二季还会更好 所以现在目前 法人给杨明的目标价137块 给长龙167块 所以市场大家都想要登上 这个航海王这艘船 那我们以去年来讲 以今年3月的时候 杨明你知道那时候 他的股民多少 10万4千个人 到5月7号 短短一个多月 马上拉高到20万5千人 你知道这样突然一个月之间增加一倍 这里面就是当冲的 所以上个礼拜有两天 他的一个成交量都是台湾第一 那也代表刚刚讲说会不会过热 因为大家会怕哪里当冲 所以理论上来讲不会过热 好 那我们来看在网络上 那赫赫有名的航海王在今天公布了他的对账单 看到这个对账单 观众朋友们 你真是羡慕嫉妒恨 我们来看 他总共有7个账户 ABCDE也好 不管了 这些都是杨明 杨明 杨明 他只要公布他的杨明 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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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不一个一个账户看了 反正这些账户 例来自杨 一条 这里总共有23590张 杨明 对 那如果以上个礼拜 收盘这个915的来算的话 他总市值21.58亿 21亿 对 所以今天涨10% 对不对 他今天一天赚215亿 一天2亿云 所以不替大家 真的幸远到绷晟 16万 你来说我少牌啊 我没有钱要怎么办 有一個非常上盡有為的青年 這個是航海王的 我們來看上盡有為的青年嗎 這樣不行 你能有贊心 好好去貸款 他就是借錢買陽明 而且是歐印 對 年輕的有夠勇敢嗎 厲害 人家聰明 他去信貸 借了99.497塊 通通買陽明 好 他的貸款年齡率3.88 那你知道他全部把自己的錢 再加上去買的20張的陽明 他光是今天陽明掌停板賺18萬 這樣夠不夠上進 夠上進 問題是明天就跌下來 不會 陽明不會 就已經做公票 不會 陽明不會 陽明因為公布四月的營收 因為那個盈雨EPS還那麼好 所以不會 所以我們可以說 這一次的一個本來大家預期 第二季可能那個 缺倉缺貴的事情會和緩 但是以目前來看 因為美國這一次整個解封以後 他的需求增加 所以認為這一季 從六月 七月 八月 還會繼續的旺下去 另外從美國的庫存 目前來講竟然是26.4 26.4什麼概念 1997年以來最低 不扣準了 連2019那時候疫情 它的庫存的指數都64.2 所以你就知道 未來一季沒有問題 那這個時候大家想 為什麼整個都沒有 到底這是人類的因素 什麼人 你說一下 阿強 美國說阿強 因為你看 我們現在廣州跟紐約 那四十抽的一個團 現在差不多五千八美金 但是現在問題是怎樣 阿冠如果你的肺沒去不行 沒去你會向法 法很嚴重對不對 買過度買一個那個倉位 我本來有啊 我有參與我賣你 八千塊這一萬 八千塊這一萬 要假扶 不然你的肺就不可能 不可能出去了 另外美東的 所以賣權利就對了 對 賣權利 所以你現在老費的貴位的權利 搞不好賣那個權利還比較好賺 對不對 所以美東四十抽的一個團 已經超過七千 已經七六零三 再創新天價 所以我跟各位報告 這個我現在剛剛講的這個價錢 是從五月一號開始 從五月一號開始 所以五月 六月 七月還會繼續的旺下去 那現在美國的 美國人他在勤著勤著 幾次勤著 就有夠拚斷了 他就說 啊 都是中國啦 怎麼說 所有的貨櫃都給你做的 所有的那個拖印的底盤 都給你做的 中國就是故意的拖延 然後讓美國的那個進口商 還付很高的費率 所以說都是中國的關係 所以目前來講還是無解 現在這個事情已經軒染 已經蔓延到哪裡 連紫薑都出現事情了 金百利 美國最大金的 他的紫薑70%來自於巴西 30%來自於加拿大 在去年九月的時候 紫薑一噸 一公噸多少錢 606塊美金 到今年的四月漲到907塊 已經漲了50% 所以今天連紫薑都拉上來了 好 那我們先來看航運股 還是先來看航海王 不管是用信貸金一百萬的小白 還是那個市值已經 21億的航海王 真的是讓人很險 好 我們先看陽明 再看常常 再看萬海 那第一個我們先看陽明 陽明第一季已經超過7塊 一定了百分之百超過7塊 元月賺2塊3毛2 三月賺2塊4毛3 二月不公佈都不公佈 但是二月跟元月 它的營收差不多 所以理論上把它加起來 7塊1左右 現在已經被迫公佈 四月份2.55 所以第二季 可能只要這樣8塊以上 所以你看如果第二季要8塊 外資說今年可以賺20塊到26塊 為什麼差到6塊 因為大家也怕第四季 到底賺多少 沒關係 20塊就好 不要說26塊 本業也只有5倍而已 所以理論上來講沒有問題 那你看外資看的目標價 我們回到外資看的目標價 好 137塊 137 對 會來嗎 137我不知道 但是我們現在還是摸石頭過河 我認為先看120左右 先看120 來 那我們再來看長榮的167會不會來 長榮你為什麼這樣四月最好就 掉了13% 因為長榮大部分都長約 那長約的話 我們是十幾年的生理 我把別人去20% 把你去20% 揚明是所有的都是生氣 大家20%就20% 所以說長榮本來他的價位為什麼 都一百塊穿不去就是因為這樣 但是他掉了開始換約 掉了就都新約 所以長榮你有沒有 新用毛約一起去 他可能後發先制 所以如果有拉回來還是一個機會 而且剛好修正正乖離 那這樣的話對他的股價 未來可以走更長遠的道路 再來看萬海 萬海還沒有公佈 但是我個人認為萬海應該七塊以下 他是七塊以下 但是他四月五月六月會比較好 是他亞洲線增加 所以他的營收增加16% 是亞洲線 因為印度的關係亞洲線 所以他第二季會比第一季好 但是第一季他可能比長榮 比陽明差一點點 所以最近都是他在脫油品 大佈你都最萬丈天的 脫油品 所以其實來講你如果空手 你對他要求太高 空手你想要上船 陽明很擠 長榮剛剛好 萬海還有空位 我覺得這樣的 所以這三檔你選 當然現在陽明第一 長榮第二 萬海第三 照這樣子 好 那照紙呢 照紙剛剛講的 六月 我們現在六月 開始月上要去五趴到九趴 你不要去唱月上 他說你生日要去買五票 華紙 正榮 還有榮成 這三檔我覺得都可以注意 但是其實這一檔跟這一檔 他的EPS會比較高 正榮跟榮成 我們先來看正榮 正榮其實他有一點點 被低估 但今天這一根很漂亮 對不對 創新高 剛很漂亮 再來看榮成 榮成今天也是震盪的 蠻厲害的 震盪蠻厲害 因為剛好這邊有好幾個線 還有上次的一個套牢的 一個壓力點 那我覺得這個一定會過 一定會過 那過能夠走多遠 就看他公布出來的業績 好 所有的觀眾朋友一定說 我也想當航海王 會不會太遲呢 航運股這個時候可不可以買呢 如果明天長榮因為營收的 短線利空而下跌 會不會是一個上船的好買點 我們就問長榮 因為長榮在建有利空 很多想買的人 是不是可以趁利空而上船呢 請舉牌 認為可以的給圈 認為不行的給差 好 一二三四 五票圈 只有成員一票差 那陽明呢 會不會追陽明比追長榮還好 來 陽明我們也投一下票 來 陽明各位怎麼看 請舉牌 哎呦 還是一樣 五票圈 一票差 談過了航運 緊接著來談 訪簽 訪簽我們是領先市場 很早就提醒觀眾朋友 特別是蔡總也談到 印度的疫情 一定會推升棉花的報價出現大漲 果然紡織股大漲了 印度現在確診的情況非常的嚴峻 單日超過四十萬人 連我們駐印度的外交官有七個人都染疫了 兩個人已經後送返台了 現在印度有多恐怖呢 光光醫療包機現在喊到一千萬了 怕死人 那麼棉花的報價持續上漲 再加上印度我們知道它是成一大國 所以現在它沒辦法出貨了 開始出現了大幅度的轉單 所以如鴻外資目標價已經看到777 這是在拉霸的概念嗎 777 今天早晨股價就已經看到六字頭了 蔡總 對 印度的疫情越嚴重 這個西洋產業的紡織就漲得越兇 今天看一下景色鋼鐵 亮燈漲停最多的落在紡織 從極盛紅藝蓮花八個燈漲停板 那我們看一下指標性的股票 因為去年這個時候就去年這個時候 疫情最嚴重 很多紡織業的老闆都出來 你不要以為那個航空旅遊很慘 我們也是海嘯第一排 紡織也是海嘯第一排 對 居家隔離 你在家裡跟人家視訊的話 還要穿什麼好衣服 舊的衣服繼續穿 所以那時候全球的這個 紡織業的訂單都沒有 我們看一下 成衣裝熊 你看那個蘆虹 蘆虹四月份的 一定時候注意一下 我們注意那個YOY 年增率成長1.1倍 我快速唸一下好了 所有的紡織股 去年都很慘 海嘯第一排 但是30年風水輪流轉 就如同鋼鐵一樣 我們來看到極盛 年增率成長1.3倍 連發成長1.5倍 東河成長46% 南訪成長82% 巨洋成長1倍 輕輕猜猜都成長1倍 而且這個情況 這樣的一個營收 YOY的成長 一直會到秋天 也就是去年你去看那個營收 以蘆虹來講去年4月掉到14億 現在是31億 然後一直到差不多秋天八九月的時候 這個營收都在低潮 所以紡織月的營收 你不要以為說4月份 那只是一個月 我告訴大家 接下來的幾個月都會強大的成長 紡織到底會長多久 就看印度的疫情 所以蔡總到我們來看 現在印度的疫情 連續已經四天 每天新增40萬人 你看多淒慘的畫面 有人就病死了 病死了以後沒有救護車再回家 所以你看他的大體的話 是要親人租一個三輪車 把它送回去 更黑心 有人把那個滅火器噴氣以後 偽裝成氧氣瓶來賣 賺這種黑心的錢 然後我們講到 我們住印度的人員的話 也有兩名確診以後非常嚴重 所以現在我們外交部說 要包一個醫療專機回來 那個包機的價錢你知道嗎 一趟一千萬台幣 比之前的包機暴增五倍 還要怎麼辦 所以這個疫情這麼嚴重的印度 我們知道它是第二大的 仿製的生產國 僅次於中國 所以你看那個報價全部都起來 為什麼 現在歐美打完疫苗以後 胡莊的需求 但是訂單本來要給那個印度的 你沒辦法做 仿製是一個勞力秘籍 那沒辦法做這個訂單 就移轉到中國 移轉到東南亞 那你看報價 棉花 尼龍 皮皮都在漲 但是台廠為什麼這次會得利 很重要一點 我們知道我們很早很多像蘆虹濟養 2005年它就跑到東南亞的越南 那我們現在電子業才南向 那個成衣業 紡織業很早就南向 因為成衣用的人更多 所以成衣說他們自己是租人力而居 就是我們過去說的租水草而居 對啊 哪邊有人口紅利就是哪邊 那我們知道這個18年中美貿易戰 美國就加徵中國出口的這個服裝 紡織的關稅 所以我們的台廠就避開 因為我在越南不受的影響 那這一次印度的疫情的話 也避開影響 以那個盧虹來講 盧虹他現在上個禮拜的法說會講說 我一個月的營收30億 成為今年的常態 那我告訴觀眾 在2020年就是去年的12月以前 它最高一個月不過31億 那時候是天花板 今年變成30億是一個常態 所以盧虹第一季已經賺了快5塊 但是成衣 仿製這個行業 第一季是谷底 然後慢慢的往上 到了第四季是高峰 所以盧虹今年應該會賺到兩個資本額 賺到兩個資本額以後 股價當然反映 我們知道其實半導體看台積電看聯發科 鋼鐵看中鴻看中鋼 航運看長榮看陽明 鋒籤的指標股就要看盧虹 其實你不要小看盧虹 一個鋒籤股竟然股價可以看到六字頭 對啊 那你就知道它具有指標的意義 因為它的紡織不是傳統的紡織 還有非常多的黑科技 那個染色 染布的時候染色要很多的水 那盧虹跟工研業的合作 發展一個無水染色 你知道為我們台灣的這個紡織業 大概一年可以省下一億多噸的水 大概是什麼概念 寶山第二水庫三座 它用什麼 所以它染布不用水 用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來取代水 那這個其實也是一個節能的概念 不過我們講到一個族群要旺 一定要有龍頭 像鋼鐵裡面有中鋼 這個長不起來 是 航運沒有長榮陽明 那長不起來 一樣 紡織未來會不會熱 因為印度的轉單就集中在5到6月 所以紡織股會漲 可能就在這兩個月 那我們看1476頭如何 我們來看指標股當然是如虹 1476 看到六字頭 625塊 這個是歷史新高 那很多外資都看到688的 777的都有 那會不會到不知道 外資是入境問俗嗎 還知道要取一個吉利數字 688777 外資很聰明 最近都不敢調高電子的目標價 都可以調高傳產 好 另外一個乘一大廠 一個不準1477的巨陽 你可以看巨陽也在創新高 今年會賺到EPS14塊 低級就賺了快3塊 但是兩個原料的 我們都講過了 1455的極勝 那今天早盤很快的漲停 我們看一下外資 會不會買這種便宜的比較 現在就來標這個 因為它是上有的原料 我們又來講一下 批判一下這個外資 上個禮拜你看賣這麼多 賣了1萬7千張 竟然漲停 就不然做功課 因為人家第一季EPS就0.72 擊敗了市場一起 它會30年來最好的獲利 還有1440的南訪 南訪也公佈了第一季的EPS 是0.68 那比去年一整年的0.57也更好 所以這個也會出現 大概二三十年來最好的成績 好 紡織股是30年來最好的光景 三十年耶 所以應該敢搭這個三十年最好的光景 的列車嘛 應該買紡織股嗎 請舉牌 怎麼看紡織股 好 我們看 哇 六票都圈了 那我再問第二個問題好了 如虹777會來嗎 我想知道 來 會來嗎 來 請舉牌 這不一定啦 這不一定啦 憲哥放中了 這很難講 但是還是有四票給予樂觀期待 既然收到了全產 這個時候到底應該買強的全產 漲多的全產還是找落後的全產呢 其實這兩個交易日 持有電子股的投資朋友 心情應該跟我一樣 上個禮拜五 我們死守的市場倉庫 以為有轉機了 對不對 可是今天看到很多倉庫漲 我決定從市場倉庫爬出來 你決定認錯 對 我決定認錯 我爬出來 爬出來可是爬出來有個問題 因為電子股本來以為他要反彈 怎麼不談呢 結果不談嘛 那我就剛好就只好爬出來 可是爬出來遇到一個問題 漲那麼多了怎麼辦 漲那麼多怎麼辦 你看鋼鐵股 今年以來波段已經漲了98% 你看這中鋼漲了96% 中鋒對不對 338% 這個要買我真的還追不下去 然後你再看運輸類股 如果你力量沒有持有的話 長榮已經漲了211% 陽明漲了436% 你現在來追 我覺得低檔沒有買 這倍一定追不下去 可是漲兩倍 漲四倍了 對 你看玻璃也漲了 連台玻璃都漲超過一倍 中鋼鋼鐵漲三倍 中鋼漲了快一倍 造紙 滑紙漲了快兩倍 水泥漲了四成六 食品其實有漲但沒漲那麼多了 大概3成74%和3成 所以從這裡面我們來看 比較落後的 剛剛趙麗哥比較看好的水泥 那我比較看好的是什麼 看好的是食品 因為它漲幅 你來看21%對不對 最少 那為什麼我看好這個食品類股呢 因為最近其實黃小玉的價格 超8年新高 對 最近我們看下一張 黃小玉價格最近開始突然急漲 黃豆它主要是跟食用油有關 最近漲了21%對不對 小麥的部分它是跟麵粉有關 最近漲了29.7% 這一段也是漲很兇 再來玉米的報價更誇張 近期已經漲了37% 所以現在這個是跟飼料有關係 所以現在連美國的炸雞都要漲價 所以如果說黃小玉 你在現在搶不到雞翅 搶不到雞翅 我今天看新聞發現 真的搶不到雞翅 搶不到雞翅了 對 代表說這整個原料上的一個攻擊 也出現了一些變化了 代表說整個雞翅可能也吃不到了 所以如果說黃小玉的報價 繼續漲的話 那什麼樣子的個股可以留意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大概幫大家篩選四檔股票 第一個叫1702的南橋 第二個叫1219的福壽 第三個叫1217的艾滋味 第四個叫1218的泰山 這四檔股票都是跟黃小玉有關 所以只要黃小玉在漲的時候 這四家公司都會有機會 可是你從這裡面的漲幅來看 最近這20日的漲幅來看 你會發現這一家泰山的部分漲最少 7.2% 其他都在23%以上 那泰山我看好有兩大理由 第一個當然是黃豆近期漲價21% 那它的油脂產品是占57%的營收比重 所以這個黃豆漲油價漲 那它有低價庫存 所以黃豆漲價它一定會受賄 而且它的營收是創歷史新高 這個1.75元是歷史新高 所以目前漲幅來看 最近20天漲7點多%而已 是嚴重落後的 比較落後 第二個還有什麼 全家便利商店 對 董監改選的行情 它全家便利商店持股是22% 潛在的價值是129億 所以已經引起市場派的龍邦寄餘 為什麼龍邦呢 龍邦那也是兇兇 它現在30% 對 因為它潛在的EPS 高達快超過20%左右 龍邦你看到龍邦國際新業 持有大概24.61% 這個也是龍邦集團 所以兩個加一加已經快接近31% 所以現在泰山為了要穩住股價 怎麼辦呢 第一個它當然只能夠 從市場上去買一些股票回來 因為龍邦如果持有再增加的話 董監改選 泰山是岌岌可危 所以我覺得有這兩個題材 我們來看一下1218泰山的股價好不好 你會發現喔 這個沒什麼漲到 那我覺得有董監改選的行情 至少第一郎有稱 那黃小玉在漲的時候 他應該有機會收匯 好 雖然電主國現在長得六歲 但是又有氣的啊 覺得沒厚人嗎 板卡很厲害 為什麼板卡很厲害呢 因為有馬斯克在加持 馬斯克的母親節禮物 還是送狗狗幣呢 我們來看 以太幣現在已經逼近4千美元 再創新高 市值已經超過了交生和倭馬 現在加密貨幣太熱了 比特幣現在市場上看10萬美金 以太幣現在目標是1萬美金 特別是馬斯克還說 SPEX S明年啟動的登月任務 如果你要付錢 沒關係 你給我狗狗幣我也收 我還收狗狗幣呢 馬斯克上了週末的Talking Show 特別談到了這一段 我會想到我祝福 我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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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這段訪談我們才知道他是亞斯伯格陣啊 對 他自己說他自己是亞斯伯格證 說他自己不太正常 實際上我們先看一下 今天為什麼眾人接諜我獨掌 就是說這些 電子股裡面的 最厲害的 你看 這個是直接開盤 直接拉上去鎖掌停 其他電子股 人家有馬斯卡加持 所以我覺得剛才上一個 首次行倉庫那個來賓 應該爬到這邊來 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那個首次行倉庫的來賓是 所以你看這個也是在印太 包括漢遜 尤其是你看四月營之後公布 年增率281% 包括這個立台也是 可以看一下年增率138% 為什麼你不爬去板卡 板卡也很強 你看一開始爬立台又漲停 對 他說這樣 根本追不到 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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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這次背後 我們其實應該去了解 整個所謂的數位貨幣的一個市場 我們先看一下 比特幣其實到 這半年已經漲了2.86倍 但是華爾街還是上看10萬美金 這個已經快接近6萬 他說還要再逼到10萬 那最主要我覺得是機構 因為機構在去年第二季的時候 完全對比特幣是不屑一顧 但是今年第一季的成交量 已經佔了27%了 另外以太幣的部分更驚人 最近半年是漲了將近7倍 而且目前上看1萬美金 現在以太幣的市值 已經超越這個倭馬還有嬌生 那更驚人的就是狗狗幣 剛才這個馬斯克在講的這個Dodge Dodge 六個月漲了250倍 六個月漲250倍 他會突然被大家注意 是因為在愚人節的時候 馬斯克就說 這個我要把它帶上月球 然後去發 突然之間大家就 他講完那一天就漲了30%了 問題是那天是愚人節 他會不會是開玩笑的 大家也沒有人在管 你看剛才他那個商量的態度 好像也是一個打啾啾 我就覺得蠻好笑的 然後 對... 但重點是剛才那個節目裡面 有沒有 娟姐 他後面不是講說 是不是衝太快 是啊... 然後大家就覺得說 你這個態度好像有點輕浮 結果瞬間就讓 而且重點是什麼 他說因為衝太快 三個字 對 衝太快 還有一個是他媽媽在說 你該不會 母親節要送我狗狗幣吧 我可不想 然後他說 是的 就是狗狗幣 有沒有 結果大家就覺得說 這樣子 這樣行嗎 然後就爆點 可是我要講 真的馬斯克真的是點這個 Dodge B成金 因為他後來馬上10號 他就說 啟動這一個衛星的計劃 然後這個整個任務是由誰 可以用狗狗幣付款 就是用狗狗幣付 所以就把整個狗幣 又回來了 又轉回來了 進行商業交易 但更有趣的是 你知道 娟姐 一開始我們先看一下 他為什麼爆好 因為有太多的梗圖 民營的梗圖 一開始只是 你看這個狗很可愛 感情混合到的時候分手 大家知不知道狗狗幣長什麼樣子 其實就是這隻狗 就是這隻狗 就是從牠開始 然後這個臉 就被套在這個熊上面 然後這是馬斯克 就是這隻狗 曾經有一個人 他在網路上發了一篇文章 就是這篇文章 他說關於感情的問題 我全部建議分手 對 這個梗圖在網路上爆紅 那時候還沒有狗狗幣 結果梗圖爆紅之後 大家就把這隻可愛小狗的臉 批在很多地方 包括本來是熊的 這個是本來是普丁騎熊 變馬斯克騎這個 然後你看 這隻狗狗 趕走兩個巨獸有沒有 這兩個巨獸分別是 比特幣跟以太幣 很驚人 很驚人 但是實際上 一開始 但是這不過是梗圖 怎麼會變成一個狗狗幣 而且一開始更有趣 是阿道比的一個員工 他就做了一個 他就畫了一個幣 然後就把這一隻狗 這一隻狗 就是牠 然後就把它放在幣上 他就說 這是狗狗幣 可是一開始沒有幣 不是沒有狗狗幣 所以牠只是開玩笑而已 牠是開玩笑 然後有人就說 那你要不要乾脆去把那個網址 Dogicone.com把它買下來 就有Dogicone 就真的有狗狗幣了對不對 也不算 後來一個非常喜歡數位貨幣 也覺得這個想法也不錯 一個IBM的工程說 不然我來幫你 就真的弄出了狗狗幣 就這樣來的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所以有網路的梗圖 我們要認真看 所以天下的很多事情 就是從梗圖 就這樣一路竄上來的 那有時候覺得不存在 現在梗圖好重要 真的很驚人 那也因為這樣 所以你看比特幣 以太幣 然後挖礦 就牽扯到剛才的 漢遜 利台 為什麼 難怪會做梗圖的丁丁 可以離職之後又重回 丁丁真的是個人才 你就知道了 應該會做梗圖 所以回到剛才 一開始講的利台 為什麼 因為你要挖礦 你要顯卡 那現在 本來NVIDIA 今年要 5月要推的兩款 改版的顯卡 現在沒有辦法推出 因為缺料的問題 做不出來 可能要延後 延後到6月去 所以現在網路上 大家搜刮顯卡 怎麼辦 據說像NVIDIA的顯卡 搜完補貨 都搜完 比AMD的顯卡還夯 對 而且通通買不到 現在問題就在這 所以很驚人 好 而且 售完備貨中 通通通是 售完備貨中 售完備貨中 然後貨到通知你 這樣子 對不對 現在更可怕的事情是 NVIDIA也知道 你們都拿去挖礦 所以它做了一些 訊號上面的一些限制 就不讓你去做挖礦 這件事情 結果 可是我買顯卡 不是就為了挖礦嗎 不要啊 因為你正規的用途 就沒有貨 現在就缺貨 你要是去挖礦 我正規的用途怎麼辦 可是我跟你講 韓國的礦工很厲害 它積了一條延長線 這個叫PCIE的延長線 這條延長線 就可以躲過NVIDIA 所設定的這個訊號 就破解 所以NVIDIA 是不讓你去挖就對了 對 它就破解 所以你挖到一個上限 據說那個功能 它就把你取消了 對 那現在他們為了要挖礦 竟然 而且他很有心 太有才了 他破解了NVIDIA的 七個顯卡 而且他很有心 他還把這個照片 公告在網路上 那當然要搶翻了 那不是打臉NVIDIA嗎 所以本來不知道怎麼辦 現在都已經解決這個問題了 所以我也勸一下 之前來我們節目 那個海倫青桃 有沒有 他有來過我們節目 他不是有一個 那個頂級的網咖 在越南 六層樓這樣一棟 聽說一年已經燒了上千萬了 乾脆改成挖礦山 沒錯 因為越南很多的網咖 真的改挖礦 這樣比較好賺 所以我覺得轉回來看 班咖庫 對 班咖庫 我覺得以目前的這種熱度 我覺得我們四行倉庫 不要再熟 我們就來這裡 如果喜歡做電子 其實我覺得兩個 一個立台 因為它本來就出貨給NVIDIA 我覺得這個 這個熱度還是會有 沒關係 這個我覺得還是會有機會 但是像印太買得到 印太 可是我覺得印太 它的營收的 你看它營收年增率也稍微比較弱 獲利也比較弱 你都說這一個 我覺得這一個 漢遜 漢遜第一季就賺3塊錢 賺3塊 6150 相對立台或印太的獲利來講 是好很多的 而且營收也暴增 最近股價的一個走勢 也有機會突破 這個買得到 所以我覺得可以先往這個方向 追蹤思考一下 好 既然看電子股 一定要來談談我們的台積電 我們台積電 護國神山台積電 雖然4月營收讓我們失望了 但是現在台積電呢 竟然有網友貴求說 沒關係 你不要配息給我 你就知道 台灣人我愛台積電 你把錢留著吧 明天台積電要召開董事會 很多人在關注 除了它的4月營收之外 關注的就是它的配息 所以到底它會不會像過去一樣高配息呢 這是第一個問題 大家在問 但是網友說沒關係 你錢留著吧 為什麼要把錢留著呢 因為三星 要求三星竟然說 他現在已經追過台積電了 你看網友看得氣不氣 他怎麼可能追過我們台積電呢 所以網友說 台積電你把錢留著吧 我們寧可你不配息拼三星 對 三星的話 每次的話都是這樣 他說追過是真追過假追過 我們先看台積電 今天公布的一個營收的資料 因為之前在4月15號法縮位的時候 大概一般是季減0.15 再季減2.17 大部分的研究機構 都把它規劃是第二季比第一季 成長0.5 結果它竟然 4月份竟然是衰退13.8 所以股價才會比較弱勢 所以它營收出現了 MOM衰退將近14個百分點 第二季的猜測現在也出現比較保守的聲音 對 這是之前4月15號的一個說法 那等於它現在摔退幅度比一千 所以可能還會往下修正 對 好 那我們再來看第二季 今天又有一個消息說 三星追過台積電 三件齊發要追過台積電 第一個的話五奈米 那實際上台積電五奈米已經10萬片了 它現在才慢慢出來 落後太多了 第二個的話是四奈米 三星都是這樣 但是四奈米它就說比我們先了 我們要今年下半年試產 2022量產 他說它六月就要試產了 對 三星都是這樣 人家騎腳踏車 他說他要騎到哪裡 人家要騎摩托車 他說要開車 好像都比人家厲害 但是問題就是說 每次的量力 還有它試產的時間的話 都沒有符合一起 它四奈米的話六月 那因為大概原則上 台積電也是下半年要出來 那等於就是 但是看起來它時間比我們快 比比較早 包括三奈米它的試產時間 也比台積電說的 今年下半年試產的時間 要來得早 所以四奈米 三奈米比我們來得早 對 所以今天消息 這個東西 確實對台積電有點影響 但是我們來看過去幾個東西 我們來分析一下 第一個東西我們來分析 就是說實際上它是假的 你看五奈 三星是假的啊 你看五奈米 它就說其實這個東西 還沒有真是到一個成熟的時候 它就推出來了 就說我已經做到了 你看五奈米推出的時候 這個台積電是塞了1億7千顆的電晶體 但是你看三星只有1.6億顆 而且漏電漏得很嚴重 那四奈米台積電沒有講 那1.37是不是跟1.26差不多 2.6差不多 或四奈米 兩個差不多 叫四奈米 你看台積電沒有講 但是一般易估大概2億顆 那三奈米呢 我們台積電有2.47億顆的電晶體 它只有2.16億顆 對 所以第一個 這個三星其實每次講的話 都有一點點 風風 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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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點你可以發現 它做所謂的金顏代工 到底有沒有賺錢 地基潮會不會公佈 年營收8% 但是營業利益是衰退了16% 衰退在哪裡 衰退在金顏代工 替人家做CPU還有網通 這個金顏代工的部分衰退 所以實際上你看看 我跟你做金顏代工 結果它獲利大部分的衰退 是來自於金顏代工 這就表示它低價搶單 對 而且做得不好 你說它資本支出花了300億 台積電大概三年1000億 是300億 但是你看它要投資這個 要投資這個 要投資這個 它就分散了 其中50%它投資在記憶體低潤 所以它真正用在半導體的金額 多不多 台積電是300億 它也是300億 它用的範圍很廣 所以實際上它金顏代工 它跟台積電 其實是有落差的 那林老師明天是董事會 對 大家在觀察應該是配息 對 所以你看明天 要有什麼樣的消息 才能夠激勵台積電的股價漲 因為之前台積電法說會完之後 就開始盤整 為什麼 因為大家覺得它配息能力 可能有問題 沒有辦法 為什麼你看 它一年賺6000億 它的現金流量可以8226億 2021年有一兆1300多億 2022年有一兆 錢很多對不對 對 但是三年要投資1000億 以前投資花了5000億 今年投資花了一兆1000億 明年花了一兆2800億 但是它會理財 因為它必須要怎樣 要私募或是公司債 要去融資借一些所謂的公司債 所以它還要給人家利息 你可以發現 融資的現金流量 去年是流出了886億 今年是193億 明年4552億 所以總統統現金是怎樣 以前一年進現金流量 進來2047億 所以以前倉庫裡有2047的現金 隨時等著可以用 現在付29億 沒錢 所以明天佩息恐怕不理想 然後2022年 付185億 所以它佩息 以前我們只期待力多 12塊14塊 那現在如果沒有錢的話 因為去投資 那股價呢 那股價會怎麼做 但是我是覺得說 這個其實大家 一開始會貼 但是這是必要責任 因為我要擴大 對你的差距 我要投資 我要掠奪更多的市場 我一定要投資 我一定要投資 所以原則上 我覺得這市場很輕鬆 但是股價要漲不容易 對 還要再整理 那我是覺得 這種類型的股料 也要這個地方 我還是覺得大波段操作 除非它真的是跌破 所謂的這個570到575 跌破這個地方 可能壓力會感到 會不會讓你 直接會試騎 通常還在那時候 找到你 中間的方式 最正地的步驟 庭 把技能 榴槽 一段手 拍照 拍照